这个女孩手脚都被捆绑着 躺在床上 嘴里还塞着毛巾 而外面的女孩就是新娘子 她叫白雪梅 今年22岁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 刚刚大学毕业的雪梅 她看着车窗外连绵起伏的山川 正值花样年华的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她正在翻山月嶺的长途车上 旁边穿着西装的男人 是她刚认识的老乡吴经理 雪梅非常感谢吴经理 她觉得是遇到了人生当中的贵人 一路辗转的她们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村 只微笑地感谢老伯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 迎接她的将是一场人间炼狱 雪梅睁开眼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她下意识看了一下自己的裤子 她急忙跑出门外 她问院子中做农活的大爷吴经理去哪了 老伯并不知道吴经理是谁 雪梅又发现自己的钱包和身份证都不见了 雪梅才恍然大悟 吴经理是人贩子 而她被拐卖了 想找到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做媳妇 孩子们则是好奇的 外面喝酒的村民举杯欢呼 屋中的雪梅却悲惨无助 晚上恐惧的雪梅微缩在墙角 喝得不省人事的黄德贵没有进屋 雪梅躲过一劫 第二天黄德贵被村里的男人嘲笑 新婚夜却没能动访 于是黄德贵回到家中进了屋 雪梅才看清这个所谓的丈夫 是个又矮又丑 还黑不溜丢满口黄牙的老男人 雪梅说买卖妇女是违法的行为 要蹲监狱 可黄德贵不以为然 他是法盲 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大山里 买到漂亮的大学生做媳妇 可谓是扬眉吐气 但一直没能动访 又再次被嘲笑 恼羞成怒的黄德贵跑回家中 恶虎扑石般的冲进屋里 但拼命反抗的雪梅 把她打出了门外 就在雪梅惊魂未定时 黄德贵又和父母一起冲了进来 歇斯底里的哭喊声过后 黄德贵春风得意的走出房间 屋内的雪梅精神恍惚 不停的流泪 第二天 雪梅跑出去找村主任求助 但黄德贵谎称 雪梅拿了彩礼钱就想逃婚 村主任只能再走访调查 让雪梅先回去等消息 雪梅又一次被关进屋内 路过的陌生人呼叫求救 结果外面的人却对黄德贵说 管媳妇就要来应的 雪梅感到彻底的崩溃与绝望 她不想继续这种惨无天日的生活 选择了割腕自尽 她被发现后送到了镇上的 又被带回了村里 这天来了两个抱孩子的妇女 她们都是被拐卖来村里的 她们安抚雪梅 村里买媳妇的现象很普遍 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 还告诉雪梅 她们之前也试着逃出去 但雪梅听从了她的意见 她剪短了长发 换了衣服 从这天起 做一个规矩的媳妇 砍柴 喂猪 干气农活 这天雪梅终于打探到一个消息 村里有条小路可以翻过大山 可以到镇上去 雪梅假接上厕所 拼命从小路奔跑翻过大山 来了通往镇上的公路 但她没有钱给车费 也没有车愿意拉她 这时黄德桂 带着人也追了过来 拉回家便是一顿毒打 然后又被锁在昏暗的土屋里 阿诚是黄德桂的表弟 在村上的小学做老师 是仅有的文化人 阿诚很同情雪梅的遭遇 雪梅便请求阿诚能够带她逃出去 但阿诚也坦然 自己无能为力 于是雪梅又把希望寄托到游地员身上 她又偷偷把信给了游地员 这已经是不知道她寄出去多少封信了 雪梅吸取上次没钱乘车的教训 试图向陈姐借钱 但陈姐她们都身无分文 一直被丈夫看得紧紧的 和雪梅一样 去商店买东西都是记账 就在雪梅几乎绝望时 阿诚许诺会帮雪梅逃出去 于是他们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但她不知道阿诚也只是说说罢了 最终阿诚也气她离去 但这依旧没有让雪梅放弃逃离 她去商店买东西时 别有用心的商店老板给了她40元钱 她拿着钱后翻过大山 终于搭车来到了镇上 刚坐上去县城的客车 黄德贵他们又追了过来 傍晚 村上的池塘打捞出一具婴儿女尸 村里的人习以为常地说赶快埋了 别让狗叼走了 原来这里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 村里有了孩子 但她仍然没有放弃逃出这里的想法 她委托一个学生帮她去县里偷偷寄了信 这封信果然起了作用 很快雪梅的父亲和两名警察来到村里 雪梅也终于等到了希望了 可让人震惊的是 村上无知的村民拿着爬丽木棍等工具 居然围堵了警车 黄德贵更是直接躺在了车前 警察没办法带着雪梅躲进了村委会 村主任也对这些无知的村民没有办法 警察和雪梅妇女商量 让他们先留下 警察回去寻求支援 警察走后 黄德贵最终警察解救了所有的被拐妇女 电影讲述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的故事 反映了上个世纪特别偏运农村 故事纯属虚构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完善 现代文明社会已经没有了拐卖妇女事件 但新的骗局层出不穷 陌生人如果说带你一夜报复 一定是图毛不归被骗 由于种种原因 剧中的一些称谓和情节做了改编 敬请谅解